建議要去 教大家怎麼改鞋 大家怎麼Destroy你的球鞋 大家好 我是艾倫 沒錯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改的鞋子 Fragment Design 還有Nike Down High 的 Collab 當然我們今天會把這雙鞋子抽出去 那詳細的抽獎辦法呢 會在影片的最後面 但你們不用拉到最後面 因為我也不知道 其實到底會放在正中間還是最後面 所以還是乖乖的把它看完吧 因為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技法 怎麼樣改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那這幾年因為 舊化球鞋還有老的球鞋 Vintage 的元素很盛行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拿 把這些這兩年復刻的檔 一步一步的 讓它回到1985年的樣子 所以我們來介紹工具 這兩年有一個很有趣的新加坡品牌 叫做Fox Troy Uniform 他們推出了一個叫做Soul Stainer Sneaker Soul Stainer 就是一個球鞋中底氧化劑 它的頭就是像這樣子 所以它可以直接塗在中底上面 我們要做斜面的破壞 絕對不能少了 筆刀 或是美工刀 但是使用上請小心 因為它是非常非常的力 大家可能會對這比較陌生 它其實就是一個海綿 然後上面有 像是沙子的出顆粒 做產品設計的人 或是莫公司 會叫它滴灰貴 因為它長得很像竹血包 這很重要 我們要用到酒精棉片 因為在氧化球中底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需要去清潔 還有等等的 還有去讓它的顏色 讓它更真實一點點 我們要讓它顏色均勻 所以我們需要用到酒精棉片 我們要做出一些破壞的鞋面的時候 我們需要用到沙子 來破壞它的鞋面 我們的第一個步驟 就是要把鞋子清理乾淨 尤其是因為新的鞋子 上面其實都有一層 叫wax 就是一層蠟 或是保護漆 所以我們要用酒精棉片去 把它的蠟 還有保護漆 盡量的推掉一點點 這樣擦啦 擦就盡量把它擦乾淨一點點 等下在染色染中底的時候 會有比較好一點點的視覺效果 接著我們就要拿出 我們的Soul Stanner 有很多 當然染中底有很多的做法 這個Soul Stanner 是最快速最方便的 那你也可以用點酒 或者是有一些氧化 紫外線罩的氧化 等等有很多 你也可以用皮革染料 然後去染 這個屏的地方都比較好塗 最難塗的地方是 中間這些stitch 這些縫線 我們就要用這個筆的鼻頭 然後去洗這個裡面 然後讓中間的縫線 去吃到這些染色劑 那通常我自己在做這個 我可能會上兩到三次的中底 然後因為它這樣子會呈現出 比較多樣的變化 而不會是 因為我自己的個人喜好 比較喜歡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顏色的落差 我不喜歡太單一的樣子 因為我覺得有一點點落差 它看起來比較有質感 也比較 更多的細節 讓整雙鞋舌有更多的細節 當然這個筆也可以做鞋舌 只是 它的這雙剛好 Fragment的鞋舌 是黑色的 所以做起來比較不會這麼明顯 那如果一般的Dunk 或是一般的AJ1 它鞋舌是白色泡棉的 你去做一個舊畫 用這個筆去塗的話 它就可以看起來像是 放了一二十年 通常像我把整個鞋面 塗完一邊之後 我會再拿 Sostainer 再塗一次中底 讓它的發色跟層次更多一點點 接下來我們要把 整雙鞋子的鞋面 做一個破壞 我自己的做法是 破壞鞋面的時候 我會看整雙鞋子的 正常使用情況下 哪些地方是最容易去 觸碰到的 可能像是 鞋頭的這一圈 我們走路的時候 常常踢到 或者是 側面這個地方 常常走路不小心踢到的東西 所以 這地方通常 穿一陣子的鞋子 這一塊 或是前面這一圈 都會有一些些 摩擦的痕跡 包括中底也是 所以 筆刀就是在模仿一個 我們的縫線被 踢爆了 的樣貌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 例如像是 我要從這個地方開始做 我就會把 用筆刀 然後切進去這個Stitch 就像國中在割書包 我跟大家國中小時候 然後割書包 你就把這個 切進去挑起來 伸進去挑起來 然後伸進去挑起來 然後 因為我要一起做 這一整塊的破壞 所以我通常會用筆刀的刀背 去 磨我想要的位置 可能像是 我要做這一塊 我就會用筆刀的刀背去 去挑 筆刀很利喔 如果你用正面 正面的話 很可能就會直接 把皮切破 所以 像這個地方 基本上都會比較土 還有這一塊 基本上如果你磨到的話 會是磨到自己的位置 那我們用完筆刀之後 我就會請出我們的珠雪糕 但最一開始的時候 我都會用最粗的去磨 直接用這個尖尖角角的地方 去把這個地方 就我們剛剛有筆刀做記號的地方 然後已經有稍微破壞過鞋面的地方 用砂磚去磨它 然後它就會有一個看起來像是 真的 穿著這雙鞋子 然後磨到的樣子 如果你想要更誇張一點點 就用正面的筆刀 然後去加深它的紋路 然後 但不能做太多 局部就好 像我們剛剛做完那些 整個大範圍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再用砂紙去磨一個小範圍 然後比較深的一點點的破壞 這個地方是比較深的 它就是有一個 完整鞋面 然後稍微破壞跟重破壞 它就會有一個立體感在 它就不會很死的 就只有一層而已 可能像鞋頭這邊 我就會這樣子去把 它的皮革磨的邊緣 磨得更明顯一點點 國外有一些 專門改鞋子的玩家 他會一拿到一雙新鞋的時候 就很容易去折它 然後折出那個 看起來像是使用過的痕跡 因為皮革一定會皺 所以他們都會先這樣子去 去折磨一下這種鞋子 它看起來就會有一些 像這些凹痕原本是沒有的 但是它就會有更多 看起來像穿過的樣貌 去模仿 當然你要直接穿也是可以 有幾個tips 我自己很喜歡的做法是 我會把像這個側邊 都去用砂磚先過過一次 甚至有些人會做到整個破掉 當然 就看你自己個人的喜好 就是這些東西 自己做舊這些東西 是看你自己喜歡什麼樣貌 去做 你就慢慢的把 用這些重複 這些技法 我們剛才教的說的技法 慢慢的把整雙鞋子做完 那就變成這樣 我們終於用六個小時吧 這雙鞋子做完了 沒有啦 其實大概三個小時而已 那要怎麼獲得這雙鞋子呢 第一步就是在影片的下方 告訴我們 你覺得整個影片 整個舊話影片裡面 哪一個部分你是認為最有趣的 第二就是訂閱AreaO2的 YouTube Channel啦 我會在7月9號 把這雙Framen Design 還有由我親手舊化的鞋款 抽出去 給幸運的你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你們可能會常常看到我 因為我最近沒什麼錢 拜拜我們下次見